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我警告你离火狼女远点 说什么呢 我让你离火狼女远点 不然呢 不是 俊兄 我知道你喜欢火狼女 可是人家不喜欢你啊 我跟火狼女就是朋友 我们没有 知道你是什么关系 你呢 追不上人家 就别妨碍我追 你 白沙 你给我等着 没人 我先来 我 我先去 你闭着 我先去 有什么 严重 冰净 请 先生啊 学员的训练记录 到时候给我考备一份 我一整理好 马上就给您送过去 好 到时候啊 叫上柳莎一块 来我那儿喝咖啡 他不会和我一起去的 怎么了 这么长时间 你俩还没从过去的 阴影中走出来啊 除了工作之外 他还是一句话 都不跟我说 时间 是可以化解一切的 要有耐心 再多给他点时间 我明白 嗯 快去准备吧 好 做老头在这儿算什么 要得有什么 事情 还要得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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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又不有 有 水 有 水 得有 就是 producer 做老头 。 我以前怎么没发现呢 咖啡马上就煮好 这饼干是我自己做的 随便吃 大叔你是什么人啊 在这干嘛 你觉得呢 我看你的样子也不像是教官 你应该是谁的朋友吧 猜猜看 秦升和柳莎太年轻了 你应该不是他们的朋友 那您就是熊阔海的朋友 聪明 我确实是你们总教官的朋友 我借用他这个地方开了个小店 不用交租金 我就说嘛 那我们入营考核是怎么回事 你白租人家这么大个地儿 当然要配合演戏喽 大叔 您要是早点告诉我这些事情就好了 那我就不用那么认真地 抢我的箱子了 后悔了 那倒也不是吧 就是觉得 这破地方太没劲了 无聊 我给你讲个故事吧 什么故事啊 好听我在听 不好听的话不要浪费我的时间 从前啊 有一队父子 每天都赶着牛车到山下去卖柴 老爹驾车 眼神不好 没到拐弯处啊 这儿子就喊一声 爹 拐弯了 有一次啊 这老爹生病了 这儿子一个人赶牛车下山 到了拐弯的地方呢 可这牛这怎么也不转 不管他是推呀是拉呀 还是用青草引诱 这牛就是不动 弄得这儿子是没辙了 后来啊 他灵机一动 看看 左右没人 他就趴在这老牛的耳朵底下 喊了一声 爹 拐弯了 你猜怎么着 怎么了 这牛动了 很顺流地拐了个弯 这么神奇啊 其实啊 咱们人跟这老牛是一个样子的 都是习惯的产物 你现在觉得无聊 是因为 你还没有适应这里有规律的生活 可是我每天除了训练就是训练 真的特别无聊 根本习惯不了 那你 为什么不离开啊 我是因为 这帮孩子是很有前置 但也都是一身毛病 谁能坚持到最后 还真说不好 欲不着不成器啊 您真觉得能从这帮人里挑出合适的人选 不是怎么能知道呢 也对啊 当初要不是您给我机会 我还不知道在哪儿混迹呢 又怎么会有机会进入烈火神盾 你应该充分地相信你的学生 你听说过 链鱼效应吗 我听说过 就是船长把装沙丁鱼的地方 装了一条链鱼 没错 链鱼是以沙丁鱼为食的 所以链鱼一进入沙丁鱼鱼槽 这沙丁鱼就十分紧张 左冲右突 四处逃窜 加速了游速 所以啊 缺氧的问题就迎刃而解了 你明白 我跟你讲这事的道理吗 您是希望我能够成为 可以搅动整个鱼槽的鲰鱼 谁搅和捣乱的本领 能拼得过你啊 大叔 你很有眼光啊 鲰鱼就鲰鱼 好歹也是一个肉食动物啊 强者 强者 对呀 大叔 你的饼干真好吃 小嫡 raphis 你怎么回来了啊 来 小宝宝 医生不是说 让你再休息一段时间吗 对啊 可我太想你们了 所以我拔了管就跑回来了 那你这样还能训练吗 青春无敌越挫越勇 打不死的小强姐就是我 又吹上了 不服来战啊 你俩能不跟斗鸡似的 见面就掐吗 这么长时间我看着都烦了 还有没有点新鲜的 不愿坚信敢于挑战 这才是年轻人 应该有的生活态度 我看呢 你是发个烧 把脑子烧糊涂了 四枫 我火狼女回来了 你饥饭把保守的位置 一定保不住 你饥饭把保守的位置 是吗 那你要好好加油 我等着 你饥饭把保守的位置 你饥饭把保守的位置 我这么想要 你饥饭把保守的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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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没有 你都不放过 熊子教官多帅啊 像这样的大书型 我完全没有抵抗力 我还是觉得白莎好 粉红棒 你是不是喜欢上白莎了 你 你 你瞎说什么呢 我看着火狼女和白莎之间 好像也有点意思 你们是不是要展开一场三角恋 两闺蜜开丝 精彩啊 我说怎么哪儿都有你啊 去去去 我要睡觉睡觉睡觉 对了 我有一个问题 一直都很想问你 说 我觉得挺奇怪的 为什么你爸爸姓熊你姓梁啊 怎么不想说啊 在我很小的时候 我妈就因为意外过世了 所以我姓梁 是为了纪念我妈 对不起啊 没什么 那你爸爸从小对你好吗 你是不是跟你爸爸一起长大的 我也是 我四岁的时候妈妈得了癌症 我从小也是跟我爸一起长大的 你爸对你挺好吧 那我问你啊 当烈火神弹创始人的儿子 是什么样的感觉啊 痛苦 为什么会痛苦 因为你永远都不够优秀 你自己有强迫症吗 该不会是熊教官对你不好 不 他对我很好 但是 你也知道 在他身上 有一种气势 一种 永远给人压力的气势 在他的注视下 你永远觉得自己不够好 还需要努力 再努力 那是因为你自己有强迫症吧 那要是我的话我绝对不会 别站着说话不腰疼好不好 你要是他女儿 就不会说这种话了 还好不是 理论课 已经上了好几节课了 许多有关保镖方面的知识 该讲的也都讲了 在体能和格斗方面 也训练一段时间了 他们变得疲倦了 特别想要有些新鲜的玩意儿 看来是时候 应该给他们来点刺激了 是罗子是马 得拉出来溜溜了 您是说 实地训练 是 接下来我要告诉大家一个好消息 你们将要进行一场 保镖与杀手的实战训练 地点 当然不是训练营 而是真实的现场 希望你们能成功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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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了 马上要进行测试了 接下来 就由我和柳教官 给你们讲一讲 实地训练的规则 都给我听好了 不说第二遍 你们将会被分成三个小组 进行分组训练 简单地讲 每组三名破坏者 三名反破坏者 破坏组的三个人 每个人都会得到这个标签 被保护的人接触到了这个标签 就证明 破坏组的人获胜 明白了吗 明白了 明白了 反破坏组 也就是保安组的 获胜条件如下 第一 排除所有当作毒药 或者炸弹使用的标签 第二 在对手接近被保护人攻击时 成功实施物理隔离 第三 就是 鉴别并提前锁定所有破坏者 对了 如果保安组的人获胜 几分翻倍 这也太不公平了吧 我们大家彼此之间都是认识的 想要找出破坏者 岂不是一件很容易的事情吗 教官 把你没收完的情报一次性说出来呗 非常好 除了这三个破坏组的人以外 还有一个身份不明的杀手 这个人 很可能是商场当中的任何一个人 我还以为是什么隐藏情报 这想都不用想 也就一个人 保安总还是占便宜 你确定 胡奶奶 这有什么 少说两句 就你们现在的状态 想拿到保安组的双倍积分 简直就是吃人说梦 柳莎 要不要我先带一组人过去 你先去监控室里休息 准备出发 好 这么好 我今天必须得叫 快 叫训一下这个洋女 你都知道什么内蒙告诉我 快 我真的什么都不知道 怎么这么没用啊你 那我跟你说啊 真是特小气 知道内蒙还不肯说 小官 都是男人 我懂你 你懂个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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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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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有这个故事 arenlun 我们有这个故事 或者 θα是 我们就走了 我们就走了 找个 miejsc了 你们 $50 我们到 casa了 我说你们怎么这么笨呢 这么重要的细节 都没有看到 好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